作为一个良心车评人 以下车三款之行 那绝对是家用10年都开不坏 也是非常省油 非常耐用 特别是最后一款 价格跌至10万 总和续航能够达到1300公里 游耗能够低至1.6 那绝对是我们家用的普二之选的 第一款比亚迪琴PLUS 这款车的销量方面 那可以说是非常好 称它为国民家教都不为过 价格方面99820万9900 衡义也是非常的足 定价也是非常合理 只不过买这款车 推荐你考虑它领先版本 因为续航能够达到120 但它的弱门节版本 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续航只有55公里 来回充电肯定是比较麻烦的 120的公里 让你两三天充一次电 非常合适 并且也是使用的 磷酸铁锂电池 以及用磁同步电机 质量方面更是无需担心 大家1.5升1CVT变速增加的加持 马力能够达到110 泡白只需7.9秒 动力方面也是比较强劲 核电状态价油耗能够低至1.5 综合油耗也才4.6 家用买这款车 你都不知道费油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而且外观方面的设计也是非常的漂亮 但有一说一 相比长安 那还是要略逊色的丑的 不过4.765的差长2.718的轴距 家用也是非常的足够 车内的配置也是非常的丰富 像武器囊那还是都有搭载 大王的入手照管车 那绝对是真心划算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长安UNIV 这是燃油版本 但是它的销量也是非常的好 如果你想入手 它插毁版本 那也是可以的 价格方面也是一落暴跌 只需12万多就能够拿下 城也是非常足 燃油版本目前优惑完后 只需10万出头就能够拿下 城市非常的足 并且搭载了1.5T方案 及7档式双类合变分箱 马力能够达到188 牛峻能够达到300 东力方面的表现非常强劲 而且还是五座前北车 空间方面也是非常的宽敞 外观方面的设计年轻时尚 车长4.680 手矩2.750 那你坐进车内丝毫不会觉得拥挤 反而车内的科技感 能够激起你的驾驶欲望 像360 540度透明底盘 10.334液晶一表 10.334中共屏 6个超声波雷达 1个毫米波雷达 就这样的科技感 奔驰能够比吗 而且它还有高功率版本 搭载了2.0T方案机 8IT变得香 马力能够达到233 扭矩能够达到近400 价格方面只需12万多 可以说就这个动力表现 完全能够碾压奔驰GLC的高功率 同时也能够看出 这款车的调教是有多么的牛 12万多能够给到你 三四十万的品质 还得是长安呐 占用买这款车 觉得是分量的划算 这次您会入手吗 第三款吉利DHRL插混版本 官方指导价 12万9800到168800 优惠能够达到211 现在裸车只需10万出头 就能够拿下 10万出头的价格 入手一个插混版本 也只有国产车 能够给到你了吧 现在这款车 纯电训航能够达到100 对比比亚迪的琴 入门级版本的训航只有55 优势一下子就出来了 而且它动力方面 搭载了1.0T放映机 三档DHT编子箱 马力还能够达到184 后把也只需6.9秒 顺踩油门 那可以说是随叫随到 综合油耗还能够低至1.4 核电桩的压也才3.8 这已经不是在烧油了 简直是在烧水 价格方面还只需10万 真心划算 而且它的综合续航 更是能够达到1300 就连比亚迪都做不到 车长还达到4米735 划具来每7 车里的空间也是相当的宽敞 窝关方面的设计 绝对是能够颠覆你的认知 年轻漂亮已经不能够形容它了 现在入手这款车 那绝对是非常划算 也是非常省油 非常耐用 对此你会入手吗 以下这三款车型 都是非常省油 非常耐用 你更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